規律的生活會引領你到最後 規律的生活會引領你到最後 我們是老王劍隊 今天為大家解開這些 青春的必修題 選修題 還有大人的課題 還不好 趕快 再會慘 好硬喔 好失敗 沒事啊 人生都是這樣子的 遇到困難才會美好 並沒有 我高中差點不能畢業 因為初學老師把我當掉了 不會難過 就是環境 所以呢可能有些人會想要選擇 他們心目中的好學校 就是想要受到當中的環境影響 所有人都可以反省 就是不用局限於你的年紀這樣子 瘋狂的讀書跟瘋狂的玩社團 因為我高中的時候蠻叛逆 覺得那種社團玩得好的人 通常都被老師說是不會讀書的人 但我想要證明這件事情是錯的 我想要很會玩社團的人也很會讀書 我就要去開計程車 然後或是開水族館 然後或是當廚師 現在最專心在做一件事情就是 就是每個禮拜都要買彩券 對 這樣是最實際的 無論你是青春時期還是大人時期 都希望你可以努力去嘗試想做的事情 勇敢叛逆 勇於去失敗跟勇於去嘗試 只要知道自己在幹嘛的話 那就沒有什麼人有權利跟你說那是不對的 那我們在12月20號跟27號都還有我們的巡演 如果有人的話可以來共襄盛舉 所以就很喜歡這個手勢吧 我會一直滑下去 好好 我幫你提一下 去聽一下 不是